观众朋友早安 今天是礼拜五 马上就要到周末了 这个礼拜真的还蛮冷的 不晓得观众朋友 有没有穿暖 注意身体健康呢 不过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这个寒流是逐渐的在减弱当中 这周末之前 气温都会缓缓的来回升 即时影像我们要看到的是 嘉宜阿里山的芬奇湖 透过目前的即时影像 先带您快速掌握今天的天气 因为其实今天 北部全天都会比较凉凉冷冷的 但是中南部 您看到这个白天就有机会 来到20到23度 也就是比较热一些了 所以早出晚归 但是还是要特别留意 日夜闻差大 接着我们要带您看到的是 卫星云图 其实今天呢 跟未来几天一样 都会受到这个大陆冷气团的影响 都会是偏东北季风 还有偏北风的大气环境 所以迎风面的部分 云量就会比较多一些些 可能会有降雨 但是中南部呢 刚好提到 今天会恢复到比较稳定的天气 而且时不时 就会有阳光露脸 所以整体来说 大约是要到下个礼拜一的时候 这个才会逐渐变成偏东风 还是偏南风的 东南风的大气环境 所以全台湾 尤其是北部 到下个礼拜一 才会比较稳定一些些哦 从六小时的定量降雨预报来看呢 因为是东北风 到偏北风的环境 所以迎风面 您看到它的云量比较多 所以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 还有大台北的山区 会有局部的降雨机会 那清晨的话 桃园以北也可能会有 零星的漂雨机会 所以东部还有北部的观众朋友 出门带个雨具 会比较保险一点点 但是您看到中南部呢 其实跟前几天一样 都会是比较多云 或是阳光露脸的状况 所以会比较放心一些些了 接着要看您看到的是温度方面 接着目前带您看到 即时的室外温度 目前的话宜兰花莲 大约是落在12到13度 台东跟恒春 大约是15到17度 另外你看到的是新竹台中 嘉义大概是12到11度 那台南的高雄 大约是11度左右 所以要提醒您 其实温度方面 今天的清晨温度还是蛮低的 所以务必做好保暖 但是到了白天 这个气温就会稍微比较回升了 北台湾高温会有16到17度 那其他地区中南部则是20到23度 而晚上呢 其实因为有辐射冷却效益的影响 所以气温又会再降低不少 所以早出晚归 多穿一点会比较合适哦 接下来要带大家关心的是 大家最关心的周末温度变化了 您看到这个北部地区 其实整体来说 白天最高温呢 都会是像昨天一样 大约是落在18到17度 那中南部地区呢 从今天开始到礼拜天 这个气温呢 就会比较回升了 站回到了二字头 也就是20度以上 所以这体感上 真的是蛮温暖的 但是要提醒您哦 因为这中南部地区 晚间辐射冷却效应 其实更加的明显 低温呢 您看到大约只有十几度 甚至是有九度哦 所以这空旷地区 还有近山区 可能更冷了 要特别注意 最后气象小丁宁 要提醒大家 这个寒流终于逐渐减弱了 但是啊 这个北部跟东北部 清晨到白天 其实天气还是凉凉冷冷的 所以务必增添衣物来注意保暖 那中南部的话 日夜温差大 所以早出晚归 要注意温度上的变化了 而且因为这个环境呢 是偏东北风 还有偏东风的环境 所以这个迎风面 可能会有降雨的机会 那最后是周末的天气 大家都很关心哦 其实天气大概上 跟今天会类似 但是要到下个礼拜一开始 这个气温跟天气 才会比较回升 而且这个天气 也会比较稳定一些些了 以上天气资讯提供给您